雷欧是如何诞生的 他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本期阿伟就带大家回到过去 一起看看雷欧的前世今生 要说雷欧的诞生 就肯定绕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 1973年10月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而这次战争也带来了第一次石油危机 这也导致当时的日本物价飞涨 以皮套和微缩模型为主的特色行业 更是制作成本标升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 诞生的雷欧 自然是奔着怎么省钱 怎么来的路子去的 而当时正巧碰上了 有李小龙的全新电影龙真虎斗 所掀起的全球功夫热潮 远古高层当即就一拍脑袋 武打好 既不用花钱做特效 大伙还都爱看 而且正好龙真虎斗 也即将与雷欧在同一年 也就是1974年在日本上演 还能趁机蹭一波热度 这世界上怎么有如此美妙之事呢 就这样 远古正式确立了 泰罗之后的全新奥特曼 将以格斗为主 走不断锻炼变强的孤独英雄路线 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凤猿的演员 和雷欧的皮套演员 才选择了 有一定武打基础的真下龙 和二家本城寺 而除了确定星号 将以格斗为主的路线之外 远古还决定 这次的星号 将一改前作泰罗欢乐的风格 以强烈且残酷的写实风格为主基调 并且主角还将通过不断的训练 强大自身战胜敌人 而这样的设定 也带出了一个新的难题 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训练雷欧的人 而由凡伟军的队长来担任这个角色 自然是再合适不过 在原本的计划中 虽然麦克队队队长 还是由猪星团的演员 森次晃4来示演 但却并不是以猪星团的身份出场 而是一个名为 穿上铁太郎的 完全独立的新角色 但当时 森次晃4老爷子就表示 既然都请他回来出演奥特曼聚集了 那如果演的不是猪星团的话 实在是没内容 所以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 凡伟军队长的身份 才确定更改为 赛文的人间体 重返地球的树心团 可当时的老爷子绝对没想到 这将成为七爷一辈子的黑历史 并且为他儿子将来遭到老罪 也埋下了浓厚的伏笔 1973年 也就是雷欧诞生的前一年 由森谷四郎导演 小松左经原著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 《日本沉默》 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席卷了整个日本 这本日本科幻灾难电影史上 已成本一般的作品 对整个日本影视界 带来的冲击不可估量 而远古 作为蹭热度的宗师 自然不可能放过这波热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雷欧的第一话 七爷的一身之痛 黑朝岛之战 赛文死去之日 东京沉默之时 就此诞生了 而远古对这一季的投入 也相当的大 为了表现海啸的冲击 大批制作精良的微缩城市模型 说咋就的 甚至为了展现出 末日那种绝望感 还借用了好几个 过往奥特曼当中的灾难系统 由此也可以看出 远古真是把有限的经费 给压宝压在了前期上 或许是如此宏大的场面 确实给观众带来了强大冲击 或是吃到了上一代 泰罗残留的热度 或是说远古这波热度 蹭的确实不错 雷欧手画的播放率 就达到了17.6% 这样的成绩 虽然肯定比不上远古往日的辉煌 但也还算是说的过去 也算是开了个好头 当然也只是开了个好头而已 雷欧前期的故事线 结构其实很简单 一个故事分两话 大概的逻辑就是 第一话反派出现 雷欧上前应战 结果惨造血虐 然后失败的凤原 便开始被团特训 到了第二话里 反派再次出现 随后被特训归来的雷欧打败 不得不说 往日强大无双的奥特战士 现在需要通过特训 才能打败怪兽的设定 初看时还是很有意思的 但随着雷欧的播出 观众们相同的套路 看了一遍又一遍 难免会产生厌倦的情绪 再加上雷欧那种 写实的黑暗本身基调 还有严厉到 几乎不尽人情的中心团 种种因素加在一起 导致雷欧的收视率 一级比一级低 到了第16话时 收视率更是 直接掉到了10.9% 这可是整个奥特曼历史上 都没有过的新地 这样下去可不行 作为昭和二期奥特曼的 收官制作 收视率一次又一次的 刷新了公司的最低记录 这才第16话 都已经快要掉下10个百分点了 这么下去 等到了结局 祖上的光荣 岂不是要彻底 砸在哥几个手里 咱拍雷欧的这哥几个 还不得一切副资金 这咋整的 放任不管绝对是不行的 那没办法 哥几个只能想办法整活了 痛令思痛的远古 便再次从裤裆里掏出来 他那念念不忘的祖传手艺 超怪奇系列 其实这个超怪奇系列 是个什么玩意 光说名字 大伙可能不知道 咱们换个说法 昭和二的纪念恐怖剧情 这下大伙都明白了 作为他们的企业文化 远古对恐怖片的执念 所谓是由来一久 还是分进设计 在当时 绝对都算是顶尖的水平 哪怕是放到现在 也很是惊艳 可他们没想明白的一点是 奥特曼的主要受众是孩子 而孩子们哪能看得了 这个看了不下尿出来 都算是憋得紧 果不其然 随着第十七话 超怪奇之狼人的新娘的播出 雷欧的收视率 直接开始了地心俯冲 突破了十点大关 来到了前所未有的8.9% 而这还没完 当时的远古 可能是觉得这集的收视率低 一定是自己播放的姿势不对 拍的这么牛逼的恐怖片 观众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呢 等咱们再放几节 他们一定就喜欢了 然后怪奇系列 就一直连放了5G 而这5G的收视率 除了没有数据的第20话 其他全部都没过10% 最低的第19话 甚至直接到了6.6% 而此时的远古 还终于后知后觉的意识到 完蛋了 这下彻底完蛋了 不仅没有盈盈盈 还直接全部输光光了 但能怎么办呢 放都放了 早就已经没救了 只能赶紧想办法补救 改路线拯救收视率吧 眼看火都已经烧到屁股了 远古终于是放弃了 他的该死的恐怖剧情 搬出了雷欧的弟弟阿斯特拉 奥特之王这样的新角色 来吸引观众的眼球 最后更是直接借用 自己的前作泰罗 也搞起了日本神话故事那一套 结果还是毫不起色 在5G的超怪奇轰炸之后 雷欧的收视率 就一直维持在10%上下 到了日本神话故事 那个系列时 更是直接来了个个位数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咱们试想一下 小时候的你 在连看了一个节目 5G的恐怖片 被吓了个半死 之后你在换弹的时候 再看到这个节目时 你还会再看下去吗 但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此时的远古 真的是为了收视率不择手段 一会儿将雷欧的风格 转向欢快 就连曾经面目可憎的队长团 都变得慈眉善目 一会儿又整出雷欧兄弟 大正奥特兄弟 麦克队团灭这样的烂火 当然 麦克队团灭 也有远古想要节约成本的原因 但这本质上 也是由收视率过地倒的 最后 远古更是放弃了 自己长久以来 引以我要的怪兽路线 蹭起了UFO的热度 搞起了圆盘生物 可不管是怎么折腾 雷欧的收视率就是上不了 反正由于风格多次转换 导致原本的观众流失严重 最后的最后 雷欧在最终化8.3% 平均10.9%的收视率下 草草收场 只留下一地鸡毛 纵观雷欧的一生 可以说是跟收视率搏斗的一生 你说雷欧烂吧 他为我们塑造了凤原治痒 开朗乐观 而又极具感染力的丰富角色 但你要说雷欧好的话 那绝对是瞎说 前后的风格多次转变 角色的严重OOC 都导致了雷欧这部作品 充满了割裂的意味 但这又何尝是远古的本意呢 不过万幸的是 还有版本这么一个 究极雷欧吹 是他又一次 把雷欧带回了大家的视野 也是他让雷欧 成为了人气最顶尖的那批奥之一 也算是弥补了 当年远古对雷欧提威的遗憾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欢迎大家指正补充 尽主意 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